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8日 禮拜五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近日大陸雷爆哭喘 一遲成為微博熱門話題 原因就是9月2日 內蒙古呼和浩特的各大醫院 突然湧入大批吸收 無法呼吸的病患者 有搶救的、有暈倒的 有吸氧疏液的 一片混亂 導致許多醫院爆滿 不僅在內蒙古 這波所謂的雷爆哭喘潮 好像正在中國迅速蔓延 各地出現了大批類似症狀的民眾 本來外界質疑 這波哭喘會不會是新的變種引發 但有消息披露 根本不是什麼哭喘 網傳內蒙古 鄂爾多斯 一個露天煤礦發生放射性 物質洩漏事件 已經有兩名司機突發病亡 北京、廣東、山西、河北、上海、甘肅等地 都受影響 而中共正全面封鎖消息 請看報導 中共新華網在6日報道 近日北京部分醫院 接產了多宗雷爆哭喘患者 而其他的大陸媒體 也有報導說 北京世紀壇醫院突然大排長龍 出現很多戴著口罩和防護眼鏡的患者 有些人出現了鼻炎、眼睛腫、胸口悶的喘氣等等症狀 對此 北京世紀壇醫院主任醫生黃學燕表示 這是中國北方進入花粉高峰期 醫院從納秋這一天開始到9月6日為止 已經診治了上萬宗過敏性鼻炎、花粉症的病人 只有6宗的病人出現了雷暴哭喘的現象 他還強調預計未來還要持續2至3個星期 但是這種解釋 民眾並不買賬 因為所謂雷暴哭喘 他只有在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氣象 和環境因素同時具備之下才會發生 而在中國多省同時發生實屬罕見 有醫學背景的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分析 雷暴哭喘這種病 其實它本身是非常罕見 而且它是有前提條件 就是一般發生這種病的人群 都是指那種有過敏歷史 或者是萬聖呼吸道疾病史的基礎病的人群 才有可能在這種發生雷暴天氣的時候 引發它的烤喘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實際情況 卻是發生所謂雷暴哭喘的這樣一個地區 它的面積非常大 遍及到整個北方的相當大的地區 而且現在不是開花的季節 也基本不存在什麼這個花粉過敏這樣的情況 所以單純地用雷暴哭喘的這個名詞來解釋 現在在各地大量的突然同時出現的烤喘病人 這是無法解釋 而且現在可以確認的是 患病的患者之中 大多數都是非常健康的人群 而且這個患病者它的年齡段 是偏及那個年齡段 也就是說 這個雷暴哭喘的背後 它應當另有原因 9月7日 推特用戶《大紅的微笑》發消息指 證實核洩漏 9月4日早上9點 北京防化團突然接到命令 準備以核級別裝備出發執行任務 應急管理部請求 處置內蒙古 鄂爾多斯煤礦放射性物質洩漏事件 消息顯示 鄂爾多斯有一處廢棄的煤礦 它是有軍方背景的單位 獲得這塊地和礦拳 再將礦拳轉讓給當地的一個煤礦老闆 嘗試開採 從8月20日進行露天採礦以來 幾日後就發生了詭異的事件 開採運輸的兩名司機 突發全身潰爛 小便咖啡式 送去疾控中心之後病亡 但疾控中心發現是放射病 上報之後用完官安葬 結果釋防夫和浩特 包頭岳爾多斯的雨季 太陽蒸發 將露天存放的煤炭 隨著水蒸氣蒸發到空氣中 又加上天氣的原因 向南吹到山西 河北張家口 北京也受到影響 消息說 所以福和浩特 包頭岳爾多斯地區 在雨後都檢測到放射性物質 中共國家應急管理部 發現放射源在岳爾多斯的露天煤堆 但開採出來的煤 有些已經運送到其他煤場 科場和熱電廠 最大的問題是分散 而現在中共正全面封鎖消息 掩蓋真相 而另一則消息指出 從症狀看來 這次輻射層污染濃度高 輻射量高 輻射範圍已經從內蒙古 擴散到天津、山西太原等地 出門要戴醫療級的口罩 另外 也有推達網友提問 習近平近期為什麼一直被開北京 前往新疆和9月4日出現在上海的黃曝江呢? 對於以上消息 媒體還無法獨立核實詳細內容、時間和地點 唐靖遠認為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 就是內蒙古、鄂爾多斯 或者其他一些地區的煤礦 它們可能是因為這個半生的有礦 從而導致這個帶有相當強輻射的煤炭的粉塵 可能是出現了一種污染的情況 比如說在淚雨的天氣被捲到空中 然後隨著降雨以及這種大風 可能就被輸送到很遠的一些地區 由於這個比較高的輻射 有可能會導致人出現呼吸度的疾病 這種可能性現在看起來是越來越高 9月7日 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連續發布幾則推文 推文中提到 事態加重、鄂爾多斯核外洩之後 中國已經有企業在內部下發預防性文件 再有證據顯示 中共單是新疆煤炭的核輻射物質被釋放 就超過美國是伊拉克釋放的朋友彈很多倍 而鄂爾多斯煤炭中含有大量含有輻射物質被釋放到中國各地 形成霧霾 趙蘭健還批評說 中國大陸內外很多新聞媒體 以各種藉口無視核粉塵洩漏嚴重性 拖延報導 他表示 無論中共政府如何將核粉塵射窄被霹靂打雷 都無法掩蓋很多民眾已經有體感 華北居民正在感受和鄂爾多斯同樣的呼吸道症狀 而核輻射長遠的影響還未開始 他連續發推示警 那不是雷暴烤喘 那是有核物質的粉塵洩漏 具有嚴重輻射性 中共官方在這裡騙人 如果依然當作是過敏宣傳 只能導致更多漁民死亡和遭受殘害 未來會死很多人 會有很多人患癌症 而吸入核污染粉塵 遠比日本核廢水危害更大 而中共政府借核廢水炒作對日仇恨 掩蓋中國內憂外患 不經意之間普及了全民核輻射等危機異性 唐正遠認為 我們看到現在中共官方對相關的這樣的情況 一直都是在拼命隱瞞 始終都是堅持在用雷暴烤喘這樣的一個名詞 想要掩蓋大範圍的一個核污染事件 我們看到內蒙古發生了露天開採 受核污染的煤礦 它所發生的時間 剛好和日本福島排放和處理水的時間 是一前一後能夠涵接得上 在我看來 就是中共政府非常誇張地去惡炒日本排放和處理水的現象 其實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借此 轉移民眾對自己國內出現的這種核污染事件的焦點 這樣同時也不排除說 中共有可能想要借此 將這個核污染的裝水潑到日本身上 但是可以看到 現在有一點就是日本福島 它們這邊排出去的核處理水 被質疑最有可能是產生的輻射源 它是穿這樣的一個元素 但是呢 內蒙古這邊出現的核污染 最主要的這個元素是有 它是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其實是無辦法射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日抵達烏克蘭首都基庫 除了宣布向烏克蘭提供超過10億美元的新援助外 也首次證實 美國已經將俄羅斯寡頭被沒收的資產用來援助烏克蘭 烏克蘭《真理部》報導 布林肯在基庫和烏克外長夫列巴舉行聯合記者會時 公布了這項消息 他說:「我們第一次將從受制裁的俄羅斯寡頭手中扣押的資產 轉移到烏克蘭 這些資產現在將用來支持烏克蘭退五軍人 布林肯還說 那些促成普京發動侵略戰爭的人 應該為此付出代價 據報導 布林肯提到這筆錢共約540萬美元 來自俄羅斯寡頭馬諾費耶夫受扣押的資產 他違反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實施的經濟制裁 美國司法部去年4月6日指控馬諾費耶夫 為肯克里米亞推動分裂主義的俄羅斯人提供資金 且企圖逃避制裁 這是俄國侵烏以來 美國對俄寡頭進行刑事指控首例 美國財政部6月稱 馬諾費耶夫直接或間接的 為或代表俄國政府行事 屬於他的一個美國銀行賬戶 約540萬美元當時受到檢方凍結 美國法官後來裁定檢方可以沒收 美國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德 批准向基庫政府支付這筆資金 星期四美中俄高級領導人出席印尼舉行的東亞峰會 圍繞台海、俄烏和印太地緣政治問題展開討論 各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未能得到緩解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出席印尼東亞峰會期間表示 美國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而北京當局在南中國海的挑釁行為和非法海事主張 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 以及緬甸軍政府的暴力行為都對國際社會造成影響 據悉圍繞中國地緣問題的話題是多方的關注重點 也是近期美日澳非在南海舉行了軍事演習 今次美國出席峰會 被認為也在軍事上為東盟提供了軍事實力後盾的信心 台灣國防大學政策學院前院長余忠基將軍對本台表示 美國基於國際秩序的基點 可以成為整個南海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任何國家都不能使用暴力和物理去改變當地現狀 需要基於國際法解決當地的紛爭 他說 現在不遵守規則的國家明顯就是中國就是俄羅斯 甚至包括緬甸的軍政府到現在還是中國在後面支撐 所以我覺得賀錦麗強調這個原則 事實上就是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目前是世界緊張動亂衝突的一個根源 根源就是因為他們漠視國際法試圖用武力改變現狀 所以美國對於整個東協來說 他這樣的一個提倡 當然就是提醒東協所有國家 你面對強權想要用武力改變現狀 東協會員國必須要團結 目前東盟國家都在面臨的問題之一 就是中共軍方在南中國海域不斷擴張 近期北京公布2023年新版地圖 公然將南海地區違背國際法主張的九段線更改為十段線 導致印度、菲律賓和越南等多國相繼發布抗議聲明 俞忠基認為 中共政府的對策可能是逐個擊破 一對一敢處理當事國爭議 如果東盟國家是團結的 這樣中共想要武力改變現狀的做法 實際上是非常困難 因此中共對當時國家推出所謂的南海战異 在這種機制下二十多年來 南海的問題從未得到具體的解決 無論是外交協商還是談判都無際於事 而現在美國和日本也開始協助東南亞國家 事情發生了改變 現在美國、日本也積極地協助東南亞國家 互相演習的頻率也不斷增加 更多的國家也看到 就是因應中國絕對不能單獨去面對 所以都會尋求結盟 他指出 許多國家看到尋求結盟 是應對中國問題的方式 其中包括越南 拜登到越南見總理院負重 代表越南其實也感受到 未來南海爭議的處理方式 一定要加入美國的第一島鏈 來共同捍衛自己國家的領海主權 這也是為何越南會同意美軍的戰艦 可以進入到越南這些港口進行軍事補給 這顯示其實東盟國家 現在紛紛都在採取選邊站 尋求美日等國的協防 這是未來東盟國家對抗中國 在南海步步進逼的最有效的一種策略 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7月 中國銀行機構商票違約數量暴增 中國A股上市銀行8月31日的年中報顯示 今年7月 中國銀行機構商票違約數量暴增 中國人對銀行存款信心 疫前所未有的降低 最近廣東等一些地方的銀行門口 出現了老人排長龍拿錢的景象 學者警告 中國金融危機馬上就要開始了 據上海票據交易所8月份發布的 2023年7月商業匯票違約數據表單顯示 直至7月31日 共有2,851家商票乘對人出現違約 比1月份的1,554家增加了約80% 票商違約人中 271家違國有銀行分支行和地方成龍商行的分支機構 一個月內 違約數比6月的33家增加了239家 還比增長356% 在票據違約的271家銀行分支機構中 五大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 由正儲蓄銀行佔了167家 其餘104家多數是有破產風險的成龍商行 此外還有個別股粉濟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分行 中共國有銀行是由中共政府直接管控的大型國有銀行 是中國最紅口的金融資本力量 但是現在 國有銀行的名字全都出現在成對人預期名單上 上海票據交易所是由中共央行推動籌建的票據交易所 每月發布一次雙票違約數據 因為央行沒有按月公佈商業銀行的不良率 所以上海票據交易所的雙票違約數據 就成了人們觀察信貸風險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7月之前 上海票交所公佈的預期銀票數量極少 7月份之後271家銀行商票違約紀錄集中出現 顯示中國的信用風險已經從房地產投融資平台 擴散到了銀行系統 8月31日 中國A股上市銀行的年中報數據顯示 銀行淨利息收入慘淡 已經進入境界線以下的危機狀態 這種狀態與銀行商票違約數乏增現象相符 近幾年中國房地產巨頭頻頻爆爆 地方銀行出現破產 前無來被受高淨值人群青睞的中庸信托無預警停對 中國金融的信用風險打破了人們的投資理財信心 大家更願意選擇相對安全穩健的銀行存款 但是現在對銀行的信心疫前所未有的降低了 深圳市民化名黃藍對大紀元說 他投資1,100萬人民幣購買的中庸信托理財產品 全部被停對後 他與其他15萬投資人一夜反貧 並成了官方層層維穩管控的對象 他還表示 現在群內投資人的共識還有 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金融機構 不會再買任何金融機構的產品 包括銀行理財 近期一些財經人士在社媒提醒 在一家銀行的存款 不要超過50萬人民幣 如果現金比較多 分散到不同的銀行比較好 因為根據目前的存款保險法規定 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銀行的存款本金加利息 在50萬以內的實行存額上付 超過50萬,存款人會承擔一定的風險損失可能性 廣東一位銀行工作人員匿名在網上發文 提醒去銀行存定期的人 存帶額定期存款 一定要用存單或存折,而不是用銀行卡 在銀行存款,千萬不要自動轉存等 在中國,老人是銀行存款主力 最近,廣東等一些地方的銀行門口 出現了老人排長籠拿錢的景象 網絡也在熱議,老人寧願放棄銀行所提供的利息 也要親自去銀行拿錢這件事 一些評論表示,老年人紛紛到銀行拿錢 顯示出老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擔憂 對錢存在銀行感到不安全 害怕存款會被凍結或失去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教授羅卓 最近轉發了一則老人劑對提款的短片 並配文說,中國各大銀行受到老年人濟對 原因是銀行為侵吞私人存款 對子女提款要本人親自到場 及各種離譜的刁難 新聞也曾有報導 老人過世後,銀行不給家人提款 也有子女被迫 將癱瘓的老人抬到銀行辦理提款 甚至有94歲老人被抬到銀行進行人面識別 呂美香港政經評論人士廖士明 9月5日對大紀元表示 出現老人排隊提款潮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銀行簡單粗暴的做法 這個對中國的銀行影響會很大 因為大家都將錢拿出來了 銀行裡面的錢就越發少了 容易導致銀行流動性風險加劇 甚至引發銀行經營危機 對中國經濟肯定就會有影響 他說從最近270多家銀行商票違約 到老人不信任銀行而去制對提款 這些方面綜合起來看 中國社會的金融危機馬上就要開始了 江蘇南京、廣西桂林 以及山東等多地的政府公務員被欠伸 吉林教師退休金被停發 天津河北區政府向寺院多次借錢被拒絕 武漢有慈善機構人員披露 上級叫他們做好自謀出路的準備 5號網傳上海廣電集團正在走清本破產程序 因為去年累計虧損23億 財政躺平不救 下屬經典947和影視劇中心 以及娛樂公司都已經解散 集團目前18000名員工當中 載編的不到1000名 其他17000名為合約工 基本預工資2690元 此外廣西桂林市廣電局門口 大約30多人在拉橫幅 寫著半年沒出糧了 我們要出糧 我們要生存 7號桂林網信辦通過桂林廣播電台 微信公眾號發出所謂的闢謠公報 但官方只為廣電系統職工財務困境闢謠 卻不提廣電系統的財務狀況 另外4號吉林省九台市 眾多退休教師因為拿不到每月發放的退休金 集體到市政府上訪 據自由亞洲電台消息 山東賓州、青島、維芳、谷物等多個地區 公務員已經幾個月沒有出糧了 天津河北區很多部門的公務員 已經被拖欠人工幾個月 網民透露天津官員到當地 大悲寺院向主持借錢 結果寺院也叫窮拒絕借錢 據網民披露8月份開始 南京高城區所有的公務員工資發不出 明年幼兒院小學因為人口斷崖式下降 將會面臨合併 南京經濟將會倒退10年 所以民眾都在這裡禁實荷包 不消費或者小消費 餐飲服裝、娛樂等也同樣面臨不景氣現狀 很多發電廠只開動一半機組 建築在這裡萎縮、設計院沒有工作 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同樣如此 後面教師裁員、衛生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 將會減薪和裁員 公務員同樣面臨減薪和精簡 武漢市江岸區某慈善機構的李女士表示 區政府已經停止向慈善機構撥款 要員工自己解決生活問題 遼寧省瓦房店市東山動物園員工半年拿不到工資 園區裡的動物只能吃一天餓兩天 即將斷糧 5日瓦房店市東山公園內的動物園區出現一張公告說 我們6個月沒有糧出動物斷糧馬上餓死 東山公園經濟來源主要靠瓦房店市政府撥款 據瓦房店市2023年度政府預算 瓦房店市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餘額為21億1870萬元 已經達到債務上限 該市財政局長坦言 該市財政已經遠超過承載能力 此外中國近期有3,800萬人中斷養老保險 更加有4,300萬人直接退出 中國很多年輕人表示 如果沒有工作還要不要交社保? 現在連飯都吃不到了 社保保誰呢? 而退休一直在延遲 快捱到稅數了 又延後永遠拿不到 社保最大的功能是綁在一起的醫保 醫保才是要命的 近日金融學博士格隆說 中國經濟可能真的要成為孤島經濟 被迫內循環了 因為有3方面都已經歸零 一人歸零外國人不來了 2019年之前外國人來中國旅遊大約370萬人 今年一季度人數是52,000人 其中八成來自中國港澳 這意味著中國陷入無人民樽的準風禁狀態 二是航班歸零 2019年之前每日大約100個航班 直至5月 中美之間每日只有4到6班 基本歸零 三錢歸零 外面的錢不來了 去年一季度 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額是1,021億美元 今年二季度這個數據是49億美元 外商改去墨西哥、印尼、印度、越南 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犯的最大錯誤 就是令自己內外隔離、內外關斷 最後他呼籲不做韭菜、不被收割 有網友說這個經濟大牛可能要被封殺了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中國經濟沒有地方政府積極運作 經濟活力就沒有了 以前拆東牆補西壁的辦法不行了 現在地方百業蕭條即更難返 唯一的辦法可能必須由中央政府發國債 建立資產重組公司 現在只能降薪減元各自找出路 但這樣的情況還能持續多久呢? 地方政府危機出現問題 有可能是中共倒台的第一塊骨牌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為了翻譯 當然 有問題